第351章 红福齐天 红运当头 大选立正合46年 冬 12月27日 道雷镇 天门县 武道之主陈洛 凯然入道 为人族开武道天门 发愿人人成圣 天门三百丈 上街高天 威额耸致 洛立志以其余生血静人心 血空万象 定天理循环 寻善恶有报 初 立志写妖鬼之书 天门阵战 陈洛轻而谢之 不入 在 立志写佛魔之书 天门俱颤 陈洛笑而望之 不入 中 立志写神仙之书 天门无法成其重 陈洛言 今日五道 六千里 言必 天门轰然而碎 古往今来 三镇天门而不入 以碎天门而开道者 唯独陈洛一人而已 武道之傲 武道之狂 武道之强横 可见一斑 写到这里 司马里长输了一口气 心满意足落比道 于清官之 姓慎 嗨嗨嗨嗨 陈洛连着吐出了好几口鲜血 刚刚舒缓了一些 不倦先生上前施了一礼 陈道主好魄力 三镇天门而不入 遂天门已开道 在下佩服 三镇而不入 陈洛一猛 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时候不入了 你们是瞎了吗 那门不是没开吗 你们开天门 难道不是都把天门炸掉吗 云思遥看到陈洛的表情 立刻知道了陈洛的想法 心中也无语 抬头揉了揉太阳穴 传音道 天门阵战 小师弟你 直接前行就可穿过天门了 陈洛震惊地望向云思遥 云思遥又传音道 有史以来 你是第一个炸天门的 陈洛 骗 我不知道啊 这大门一直震啊震的 我以为他觉得不刺激呢 突然有种首付让助理去买肯德基 助理直接将肯德基收购了的感觉 对 自己就是那个助理 哈哈哈哈 小师弟 厉害 浪飞仙的虚影上前 笑道 无论如 道 佛 三千里至六千里中都有天门存在 想要突破 人人都须在心中开天门 唯有五道 天门都被小师弟给炸了 自此五道之人三千里 晋及六千里 难度将大大降低 小师弟 不愧是你 陈洛一惊 还有这事 不过仔细一想 好像谁说过 如生静和夫子静之间 存在了迷雾 只有触动天道的一丝灵光 才能照破迷雾 寻得书山学海所在 当然 劫难也是好处 少了一点劫难 自然也会少一点好处 但是管他呢 升级总比不升级好 至于真正的天才 少的那一丝力劫好处 自然能在其他的地方补齐 五道 既走智 又走梁 看了一眼代表圣堂和道工的不倦先生与上善道君 陈洛连忙一脸正色道 红尘之人 修行不易 大道难寻 前路艰险 我为开道者 自然要踏平坎可称大道 区区天门 安能祖 嗨嗨嗨嗨嗨嗨 慷慨激昂的话语说到一半 陈洛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云丝摇先是一惊 以为陈洛又出了什么问题 再一眼 发现陈洛神魂并无异样 只是 被口水给呛到了 一个刚刚开了六千里的五道之主 一个通脉大圆满 开窍四百八 对自己身体掌控圆满自如 入水不腻的高手 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 不可能发生之事 偏偏发生 这叫倒霉 云丝摇连忙上前 轻轻拍着陈洛的背 一道正气送出 协助陈洛顺起 没想到云丝摇一时心急 那正气给的梦了 一入陈洛体内 不知怎么 竟然入错了行径 在陈洛的肺液上 狠狠捅了一下 可嗨嗨 师姐 不要 嗨嗨嗨嗨嗨嗨嗨 好一场大壳 众人面面相去 伴上 陈洛在止住了咳嗽 一脸苍白 上扇道君望着陈洛 眉头微皱 说道 陈道主 你的状况有些不对啊 哪里不对 云丝摇连忙问道 上扇道君上前一步 说道 本君修行天机之术 若是陈道主不介意 可否让我发眼一探 陈洛点了点头 辛苦道君 上扇道君文言也不再耽误 浑身紫气生疼 身后八卦符号一次生灭 此时在上扇道君左右两个眼瞳中 各有一道 阴一道羊两条鱼游动 突然间 两条阴阳鱼从眼瞳里游出 在上扇的额头会合 凝聚出一道太极图的模样 这太极图一闪而逝 而上扇道君的两颗 眼瞳化作两副太极图模样 一阵一反 缓缓扭转 上扇道君望向陈洛 突然间猛然闭上了眼睛 云丝摇紧张问道 道君 如何 无妨 上扇道君 似乎是做了什么心理建设 再次望向陈洛 脸色难看 道君 有话不妨直言 不倦先生连忙说道 毕竟 就算陈洛不容儒门 那也是逐圣弟子 算半个儒家弟子 他自然紧张 上扇道君眼中太极异象消失 看着陈洛 斟酌了半赏 说道 霉运盖顶 衰气缠身 寻常人只是印堂发黑 道主浑身黑气缭绕 方才本道君 便是被这运到黄了眼 本道君观望那霉运衰气 大约一年时间方可消散 云丝瑶和浪妃先对视一眼 皱眉道 没有解决方法吗 上扇道君想了想 容平到一点时间 我与道公前辈参详一二 云丝瑶连忙行礼 有劳了 上扇道君还礼 不倦先生也点点头 既然如此 在下也在停留些时日 看看有什么是需要在下 或者圣堂出手的 浪妃先拱手致谢 送走不倦先生和上扇道君 云丝瑶和浪妃先望着陈洛 唉 就是一年时间 忍忍就过去了 浪妃先叹了一口气 反正小师弟你年纪还小 没有那方面的烦恼 云丝瑶伸手在那青莲本体上一掐 浪妃先立刻虚影消散 青莲飞到了一尊花瓶之上 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 云丝瑶问道 陈洛摇摇头 刚要说话 突然伸下那千年翠木打造的座椅 咔嚓一声裂开 陈洛身体向地上摔去 陈洛身体猛然一掷 就要弹起 不料云丝瑶见到陈洛跌倒 下意识打出一道正气 要拉住陈洛 结果这一弹一拉之间 那正气又撞在陈洛的胸口 陈洛重心一个不稳 最终硬生生摔在地上 接着又猛然跳起来 你倒如何 原来是陈洛所作主位的座椅里 竟然有一颗满血兽的牙齿 被嵌入木星之中 居然没人发现 方才座椅裂开 也正是这兽齿 几年累月的缘故 眼下陈洛摔倒 正好坐在了那兽齿之上 这一波 是被一只满血兽 跨越时空给咬了 小师弟 师姐 你别过来 陈洛大喊一声 云丝摇眼神哀怨 陈洛叹口气 我先回房间 说完 正要转身 突然脚下一马 摔倒在地 卧槽 那兽齿有毒 浪飞仙的声音有些感慨 好些木小师弟啊 一举一动都是在浪 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 陈洛站在房里 一动也不敢动 椅子也不敢坐了 索性盘膝坐在了地上 这样的日子 还有一年 之前听到大师兄说会倒霉 说实话 自己还真没放在心上 平时多加个小心 再谨慎几分 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刚刚发生的事 让陈洛自己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堂堂五道之祖差点 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你能信 在家里做得好好的 能被一只死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蛮血手给咬到 还中了毒 你能信 接下来一年 难道不吃饭不喝水 不洗漱 不睡觉 不修炼吗 哪一样出了意外 不都是致命的事情吗 未来一年 步步惊心 要不然让六师姐出手 把自己打晕 昏睡的一年半再好了 不行不行 万一六师姐没掌控助力道 一巴掌把自己打死了怎么办 不能冒险 不能冒险 这个苍天 至于吗 不就是炸了一扇门 这是要追杀到底吗 希望到门给点力啊 陈洛也只能将希望放在了 那位上扇道君身上 陈洛突然感觉不对 自己明明刚刚开到六千里 是大好日子啊 怎么如此爱怨凄惨了 就在此时 陈洛听到外面传来的欢呼 那是庆祝五到六千里的欢喜声 罢了罢了 陈洛突然释然一笑 既得其力 自然要承受其弊 我自己说 要定循环天理 得失相衡便是其一 哪有只得其会 妄舍其害的道理 想到这里 陈洛感觉到心神一松 也不再战战兢兢 自我鼓励道 一年大运 舍我其 嗨嗨嗨嗨 谁 嗨嗨嗨嗨 可嗨嗨 曹 与此同时 虚空中 一只老牛正踏空而行 每一步落下 虚空都会出现一道荡漾的波纹 背上坐着一位木童 似乎在沉睡 突然间 那木童眼皮微微抬起 看向幽暗的虚空 神仙书 好大一个匾 六千里的锅子 可还落不出来啊 道起随缘 勿要抢求 且等着吧 言罢 一缕道运散发而出 在虚空中扩散开来 第352章 人族之山 视为五仙 夜深 陈落盘稀坐在地上 暂时忘却没运当头的事情 沉下心来感悟五道 云四遥曾经告诉过他 无论如 道 佛 三千里路都是一道坎 究其原因 是三千里时 所有修行人 上是后天之身 换句话说 就是凡人 看似也能呼风唤雨 但最多 不过是百人敌而已 生命的本质并没有提升 而跨过三千里 无论是儒门夫子 道门真人 还是佛门罗汉 生命的本源 都会得到净化 也是众人口中的先天 所以 六千里又被称为先天路 正是因为后天与先天的差别 故而 天道会设置天门 而再往后 六千里到九千里 九千里至万里 就再无天门 而是要看修行者自己了 按陈落的理解 就是三千里是属于创业阶段 那天门就是个投影仪 在投影仪上 给天道本源 CEO仓总做一个创业 PPT 描绘一下自己这个项目的远大前景 如果打动了仓总 就能得到天使轮的投资 那就是六千里 但是 想要再多的话 就得用这六千里的业绩报表 来说话了 一步步完成了预期 自然可以融资到第二轮 第三轮 最后包装上市 如果干得不行 那仓总 可能就停止融资 让如 到 佛三家子公司来收购了 那些六千里走不下去的开道之人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 所以 最终被如道佛给收购 不是 给融到了 嗯 很形象 没毛病 陈洛也松了一口气 这么说的话 西游 风神 属于后期战略产品 倒不急于六千里路弄出来了 毕竟他在书林里转了一圈 这两本书 压根就没解锁 不过 五到六千里 又是什么呢 陈洛闭上眼睛 星神再度飞向了冥冥 睁开眼 陈洛正站在当初天门所在的位置 此时陈洛的前方 仍然是一条七彩大道 向着虚空延伸而去 而在陈洛的后方 那密密麻麻的人影 似乎前行的速度更快了一些 陈洛想了想明白了原因 那天门炸碎 其中蕴含的力量被五到吸收 因此 在五到之上的人 都会受到五到的反哺 未来十年 这批五到之人 将天才评出 妖孽丛生 掀起五到的盛世 妙哉 陈洛欣慰一笑 转过身 看着面前的七彩大道 一步踏出 刚刚落在了那六千里大道之上 猛然间 陈洛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 不是陈洛的心脏 而是那颗记录着五到的 沉济闻心 一道苍茫又潇洒的声音 在陈洛神魂中响起 人之存世 无外乎三者也 精 气 神 精为体 气为意 神为魂 五到之根 在于自身 三千里培精 六千里氧气 九千里定魂 人足后辈 一路走下去 这是你的道 一路走下去 随即 道道信息传入了陈洛的脑海之中 陈洛消化了片刻 再度睁眼 对着虚空 长长一拜 历经三千里 这道声音再度在陈洛脑中响起 但是此时 却没有如同上次初次接触五到时 出现一道人物光影 因为 这位已经不知失去多久的先贤 从未见过五到天门之后的情景 起先不知其中难度 陈洛只道 是哪位精彩绝艳的大儒 但是现在的陈洛 眼界依然开阔 再细细想来这五到 心中也不由得猝然而惊 这位先辈 到底是谁 居然在没有气的前提下 模拟演化出了五到之路 若没有他的理论演化 陈洛想要自己摸索修行道路 恐怕不知道要费多少时间 可以说 一个理论 一个实践 五到时他们两人隔着时空共同完成 这种人物 只是个大儒 反正在陈洛见过的人中 无论是竹林的师兄师姐 还是文相兵相 又或者是春秋堂的司马列 都达不到这种程度 可是 这的确是一颗大儒文心啊 那应该是怎样的盖世经上 这样的人物 居然死于默默无闻 文心居然被古门交易给妖族 陈洛微微皱眉 总感觉这里面存在隐情 心中记住了这件事情 历史早晚要将这颗文心的来龙去脉 查个水落石出 告为先贤 随后 陈洛开始细细梳理其脑中的六千里五道修行 随着梳理的深入 陈洛的眼神就越发明亮 精 气 神 其中的气 并不是浩然正气 或者红尘气那样的气 而是一种无形的精微物质 落在人体身上 就是运行于人体内微小难见的物质 是生命存在的根本动力 人体的呼吸吐纳 水骨代谢 营养肤部 血液运行等等一切生命活动 都是气来运转 可以说 精是有形的人体 魂是无形的神魂 而气就是沟通精与神的桥梁 跨越于有形和无形之间 而五道六千里的核心 就在于气 当舞者走到三千里顶点 对舞蹈的认知和熟练达到圆满程度 对应的舞蹈理解会 犹如肌肉记忆一般 在舞者体内凝结舞蹈真血 不要小看这一滴真血 这里面包含着舞者的感悟 若是受与其他人 也相当于传功 结成舞蹈真血之后 真血可感应到气的存在 将真血与气相融合 最终就能化作有形的 义 陈洛决定将其命名为舞蹈真意 舞蹈真意 以红尘气为能源 舞者的分歧也将在这里出现 因为对舞蹈的理解各不相同 凝聚出的真血也会有所差别 那舞蹈真意自然千差万别 比如说 修行太极拳和修行经中照的两名舞者 最终呈现出的舞蹈真意 自然一柔一刚 风格迥异 当凝聚出第一缕舞蹈真意 舞者便算踏上了四千里 而进入四千里后 将自行领悟真意的三重基本运用 其一 副 将舞蹈真意包裹身躯或者武器 提升攻击与防御 其二 玉 将舞蹈真气包裹物品 可以隔空操控 不过与道门神魂玉器不同 操控距离 只能在周身数部之内 无法远离 但是因为带有负的特性 威力要比同修为的神魂玉器 强上许多 其三 查 舞蹈真意可以形成一个小型的场域 在这个场域内 舞者几乎没有死角 不过这个场域 最多三四步大小 这是要将近战发挥到底啊 陈洛哑然失效 这三个运用 基本上锁死了舞蹈满腹的战斗风格了 当然 因为舞蹈真意不同 三个基本运用也会有不同 譬如领悟了小李飞刀真意的舞者 那欲知到 可能就会突破距离的限制了 真意之初 稀薄如沙 如月光朦胧 陈洛心中一动 五到四千里 命名为朦胧月 陈洛话音一落 瞬间前方一千里处 一道朦胧光芒照耀 笼罩千里 自此凡四千里舞者 全力施展真意之时 浑身都将犹如月光笼罩 陈洛长吐一口气 继续铺斩五千里路 五千里时 真意魂后宁时 可以真意为平 以消耗真意为代价 使用五到真意攻击 堂堂舞者 怎能没有博命之招 这真意攻击 就是五到博命之招 真意宁时 犹如大日出生 陈洛脑中突然想起 之前见到的蛮神大日 轻笑一声 五到五千里 命名为璀璨日 刹那前 蒙龙月之后千里 一轮焦阳腾空 照耀千里 那焦阳并不烈 仿佛出生之日 正要生入正空 温暖和煦 自此凡五千里舞者 全力施展真意之时 身后将有暖日升起 五到心中虽有猛虎 却以暖阳光照强微 六千里 陈洛再次微微闭目 片刻后 睁开双眼 真意广播 诸多五到真意汇聚一如 融合五到真身 陈洛凝重道 至少凝聚出两种五到真意 方可走到六千里 将多种真意融合 最终形成一具五到真身 这具五到真身 因为融合真意的不同 各具不同威能 并不能远离舞者太远 这还是其次 五到真身真正的作用 是替死一次 也就是说 修成了五到真身的舞者 有两条命 当然 代价就是真身崩溃 真意消散 舞者本体气散一半 退回三千里 能否再度凝聚真意 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六千里路 走过日月 前路依然黑暗 愿为人族星火 然我身躯 照亮九千里长路 此境 命名为星火矣 陈洛话音落下 最后千里路顿时 一道火把虚影浮现 熊熊燃烧 光芒竟然盖过了日月 朦胧月 璀璨日 星火矣 此为五到六千里 陈洛面露笑容 此大境界 无以五道之主定名 五仙境 人族之山 仙眼 三千里五者 一称五夫 六千里 可称五仙 此话说完 六千里七彩大道 轰然震动 阵阵大道之运 扩散明明 那不看见之处 顿时有几道声音响起 圣堂代如门大道 贺五仙路程 道工代道门大道 愿五仙路长 邪魔外道 就在陈洛命 明五仙之名的同时 深夜天幕 突然间漫天繁星星光大放 无数人抬头望天 只见一条七彩星河 突兀出现在天空 那大放光明的群星 竟然主动投入到星河之中 一时间 星河的长度迅速蔓延 在星河之上 一道朦胧月光 一轮温和暖阳 一道燃燃星火浮现 那七彩星光 照射在无数人的身上 所有人心头 都有一道声音响起 五仙界 成 第三百五十三章 第一道五道真义 七彩通天路 浩荡六千里 中京 文昌阁 严百川站在文昌阁的观天台上 仰头望着夜空中的七彩大道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朦胧月 璀璨日 星火夜 严百川难难了一句 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 他不知道命名后就大道流痕 更改不得了吗 就是 一帮子武夫 搞这些风花雪月的名字 孔天方站在严百川身后 也是笑道 那小子文华冲天 却美美不愿 在启明这上面花心思 真是明珠庄于陋霞 宝剑风雨破桥 孔元首 你若说他不花心思 老夫是不认同的 之前和人打赌 陈洛必然在一年内 开五到六千里 眼下刚刚收回赌注 身家暴涨的大如冷寒冰 也是满脸喜色 说道 日 月且不去提 那星火夜 倒是慷慨激昂 让老夫听来 也热血沸腾啊 人族长存 代代相传 不就是舍生冒死 总有人都敢做那一捧心火 燃烧自身 驱散这寒意与长夜吗 严百川点点头 我等年纪大了 见过到了生死 那小子初次大场面 就是太平城一战 非但没有退缩 反而激发了心中知智 很好 何止志气 还有狂傲志气啊 又一位大如说道 听听 五到六千里 命名为先 李清廉在世 也只是被称作哲仙人 这五道之人 到了六千里 就可称五仙了 没办法 天道认了 冷寒冰无所谓地说道 况且 三千里到六千里 便是由后天转先天 已经有异于凡人 称先也并无不可 孔天方也是点点头 诸位都忘了一条 修行五道之人 大多没有通独之天赋 若是没有五道 此生不过在泥沉中摸爬而已 能走到这一步 说一句人仙 也恰如其分 五道练就的是血勇之意 狂傲一些也算正常 沿百川的目光从天空中的浩荡新路上移开 望着灯火繁盛的中京城 急目远眺 语气充满了希望 人族之山 可称为仙 老夫道愿这人世间 人人成仙 妖族有十万大山 我人族便有百万五仙 西域 佛土 檀香鸟鸟的庙宇后院 一弯溪水从山上流下 清泉叮咚 在院中蜿蜒而去 最终流下山去 一位轻衣长发的居士 端坐溪水旁 去活水烹煮清茶 居士身后 一朵白莲浮现 白莲花开 一道人影从白莲内走出 一步落下 就化作一位身穿白色僧衣的和尚 那和尚脑后 绽放着道道佛光 仿佛有无数信众的低声吟唱之声 从佛光中传出 茶刚刚七号 菩萨请用 那清一居士淡淡说道 白衣菩萨面色温和 在茶桌对面加夫而坐 形态优雅地拿起茶杯 轻轻嗅了一口 说道 七夜菩提 没想到方师兄 还能培育出这样的精品 菩萨若是喜爱 我让童子再摘一些 给菩萨送去 方之谷轻轻笑道 西域虽然不比大玄中途 但是七夜还是可以培育的 只是八夜甚至九夜 就难了 有七夜便是小僧的福报了 白衣菩萨心满意足地品了一口 说道 五道 开出六千里了 其中有佛魔之书 引动双面金身将士 方之谷的手微微一顿 随后恢复正常 问道 白莲寺有什么想法 能度则度 方之谷一笑 白衣菩萨没有说后半句 不能度 则杀 方之乳废了 方之谷说道 方家如今是方之五长家 不好动 金刚愿可动 白衣菩萨淡定回答道 方之谷眼眸一缩 可用极品 白衣菩萨并没有回答他 只是放下手中茶杯 起身朝白莲走去 转眼间就投身入白莲之中 白莲隐没 金刚愿可动 方之谷喃喃了一声 探出手伸入身旁的小戏之中 那清澈见底的泉水 突然间仿佛煮沸了一般 升腾出滚滚气泡 随着一道道气泡炸裂 泉水化作了血洪 这哪里是叮咚清泉 分明是一条滚滚血河 瞒天之下 边境的领东之战刚刚停止 而埋园上的厮杀 却硝烟四起 辽阔的伊利萨汉部区域内 几乎瞬间涌入了 树枝不尽的蛮族军队 无数顶帐篷被点燃 无数蛮人遭到了驱赶 归顺者将加入胜利一方的部落 等待着领主的分配 而反抗者将被无情地杀死 这只是第一步 在质解了伊利萨汉部后 各大王部将再度开始厮杀 从中将有一座新的部落 从他们中站出来 获得汉部的资格 这是独属于蛮族的改朝换代 瞒天的规矩 向来如此 而此时此刻 在蛮城核心之地 一座金色的城池 在月空下处理 蛮族 金杖城 一道道声音在金杖宫响起 武道之主陈洛 二十岁 人族半生玉无忌的弟子 开武道路 使人族人人皆可修行 书写 三国演义 此次战役 多次遇到那些诡异的人族军队 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力量 与苍天天道关系亲密 塔古的太平城之败 救援自于陈洛 据说图南神尊之陨落 也和他有关 最新消息 陈洛开天六千里 武道推至武仙境 纷纷杂杂中 突然有一道雄魂声音响起 够了 金杖宫内为之一境 那雄魂的声音再次响起 陈洛 修为虽低 但却是我满足的心腹大患 进金杖蟹榜 声音顿了一顿 第十 东苍城 可嗨嗨 陈洛从武道中退了出来 又是咳嗽了两声 刚才那斥责自己是 邪魔外道的声音 应该是发自佛门吧 还趁机给自己 在武道之上的心神 来了一道攻击 暗道理在冥冥中空间玄傲 对方是没道理打到自己的 更何况还被结果 被如到两门给拦住 但是明明空间毕竟玄傲 那攻击漏了一点小气击出来 结果漫长六千里路 晃晃悠悠地 正好打中了自己的心神 好在没什么伤害 就是心神回魂后咳嗽两声 哼 这梅韵 虽然才刚刚经历一天 已经习惯了呢 我静梦静花铃总没事吧 陈洛心中感叹了一句 直到刚才为六千里定名 才真正算是在天道那里 走完了开道的程序 刚一回魂就受到了 梦静花铃的秘境之铃的通知 丁 主公 仙霞花铃已解锁 当然 这不是秘境之铃的原话 陈洛再度闭幕 心神进入秘境花铃之中 睁开眼 陈洛站在了造化花圃之中 一想起接下来这个花圃里 能收获九转仙丹之类仙神宝物 心里顿时就充满期待起来 而更让陈洛开心的 正是他看到了原本三千里花铃旁边 那被白雾遮掩的花铃 终于显现了出来 一眼望去 那花树更加高大 也更加茂密 终于开了 陈洛走出花圃 朝着那花铃走去 他迫切想知道 这六千里的花铃中 又究竟有什么书 辽斋志义 济公传 白蛇传 八仙德道传 还有那死而可以生 尸而可以死的 牡丹亭 下凡成亲的 董友与七仙女 披山救母的 宝莲灯 又或者是完美展现 阴间社会的 紫布语 还是杂柔福道妖鬼的 搜神记 西游记和风神演义 估计没有 但是山海经呢 进花园也行啊 陈洛满怀憧憬地走入花铃 然后被弹了出来 嗯 陈洛眉头一皱 难道是因为霉运 连花铃都出问题了 陈洛再度往花铃中用力出去 然后被弹飞了 秘境之灵 陈洛一跺脚 大声喊道 一个人影 缓缓从花谱的地下冒出来 最终凝聚出一个人形 对着陈洛拱手一拜 见过主公 陈洛指着那六千里花铃问道 秘境之灵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进不去 秘境之灵似乎是在看着陈洛 办上 说道 主公 您现在什么修为 我 陈洛一愣 这么说的话 目前自己好像还是三千里的样子 虽然推开了天门 命名了六千里 但是 还没有结成五道真意啊 这就好比房子都装修好了 房产证还没到手吗 主公并没有到对应的修为 所以 花铃虽然出现 主公却无法选择 秘境之灵认真解释道 哈哈哈哈 我知道 我知道 陈洛尴尬一笑 主要是想问你 这六千里花铃 和三千里 花铃一样吗 都是用气韵买书 陈洛也就是随口一说 打算转一个话题 没想到秘境之灵 依然认真说道 回主人 不一样 想兑换出六千里花铃中的书籍 除了天道气韵之外 还需要鸿蒙之气 陈洛眉头一挑 我这刚开了六千里副本 你的版本马上就同步更新了 怎么又出现了新的货币单位 这鸿蒙两个字 一听就很高级啊 很贵的样子 鸿蒙之气是什么 怎么弄 陈洛连忙问宝 那秘境之灵再次行礼 这只是属下灵运中的消息 至于此方天道下如何获得 属下并不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我能在主人周围感应到鸿蒙之气 且数量并不少 陈洛沉思 我周围 数量还不少 那这么说不算什么太难得了 凡是不诀问师姐 想到这里 陈洛摆摆手 行 我知道了 就这样 走了 说着 陈洛身影消失在秘境花铃中 卧室中 陈洛睁开眼 鸿蒙之气的事情放一放 先搞定五道真意 晋级五仙境界再说 不过陈洛又迟疑起来 凝聚五道真意 倒不涉及到运工的问题 应该没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吧 依照五仙境的说法 一门武学达到圆满 是需要技巧和感悟 都能圆容无漏才可以 而由于不同武学领悟 而形成的五道真意 在五仙境的表现和能力 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而他的武学 几乎全部是圆满级 理论上可以凝聚无数五道真意 但是 陈洛身上的气 却是有限的 目前的气 最多凝聚四道真意 只有进一步升级 生命本源再次提高 才可能获得更多的气 所以 选择很重要 刀枪剑戟之类的 或许还依赖武器 还是选拳脚功夫吧 嗯 降龙十八掌 太极拳 六脉神剑 无相截止 天山折眉手 选哪一门呢 第354章 回竹林 剑老师 太极拳 陈洛心中愁出了片刻 最终决定 将太极拳作为第一道五道真意 论风格 钢中有柔 柔中带钢 论来源 张三丰的看家本领 论实战 攻防兼备 感觉怎么都不会亏的样子 就决定是你了 陈洛心面一动 正要融合太极拳五道道义 突然间 一道清廉破门而入 小师弟 小师弟 陈洛心绪被这声音打扰 猛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嗯 浪飞仙连忙幻化出人形虚影 关切上前 小师弟 你怎么了 陈洛抬起头 望着浪飞仙 欲哭无泪 与此同时 一层微弱如沙的光芒 将陈洛浑身笼罩起来 真意凝聚成功 正式进入五道四千里 登陵五仙之境 月朦胧 小师弟 你凝结了五道真意 浪飞仙大喜 看来你的霉运在修行上 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了 那口血 陈洛刚要说话 突然感觉到 心肝皮肺肾一起疼起来 又是咳嗽了几声 因为浪飞仙的突然闯入 让陈洛乱了思绪 脑中 无端突然想到了别的武学 偏偏陈洛每一门武学都是圆满 所以那气 直接和陈洛脑海中浮现的武学凝结 化作了第一道武学真意 道也是拳法 道也威力无匹 刚柔并济 道也算得上一流武学 要问是什么武学啊 有首师说得好 五行之气掉阴阳 损心伤肺催肝肝肠 葬离经事意恍惚 三交其逆袭 魂魄飞扬 为伤敌 先伤己 一练七伤 七者皆伤 七伤拳 这没运 没谁了 这七伤拳 一共蕴含了七种不同的净力 或刚猛 或阴柔 或刚中有柔 或柔中带刚 或横出 或直送 或内缩 端地是一门上乘武学 看看他的武学口诀吧 损心绝 伤肺绝 催肝肠绝 藏离绝 经师绝 意恍惚绝 七伤总绝 炼起来真的会死人的 如今 化作了陈洛的 第一道武道真意 大师兄 嗨嗨嗨嗨嗨 陈洛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他的修为 自然可以修炼七伤拳 只是七伤拳成为 武道道义后 陈洛就得承受一段时间 这样的七伤拳意 好在每七日能调顺一层 七七四十九日后 就完全恢复了 陈洛 这叫什么事啊 陈洛向浪飞仙解释这道真意 当然 陈洛隐去了 自己是因为浪飞仙 突然闯入 而误选的真相 只说是贪图七道权益 听完解释后 浪飞仙不由地 竖起了大拇指 小师弟 你如此没运 居然还敢选这样的武学 大师兄不得不表扬你一句 浪 陈洛常常叹了一口气 又牵动 肺夷阵阵的疼 怎么办呢 自家大师兄 也不能打死去啊 陈洛无奈说道 大师兄 你找我有何时 哦 上山道军来了 浪飞仙这才想起正事 他说 找到解决这一年没运的方法了 真的 陈洛大喜 连忙起身就要往外走 突然心神一个恍惚 没有站稳 一个亮枪 直接摔出门去 上山道军 有什么 可嗨嗨 办法 可嗨嗨 解决我这 可嗨嗨 没运 陈洛一入会客厅 就见到正和云丝尧戏聊的上山道军 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 直接开口就问 云丝尧一见陈洛的模样 眉头突然皱起来 好端端待在房间里 怎么又伤成这个样子 说着就抓住陈洛的手腕 打算运气查探 但猛然想到 陈洛目前诡异的情况 动作一顿 不过抓着陈洛手腕的手 倒是一直没松开 陈洛笑了笑 师姐不用担心 事物到真意的原因 稍后我再解释 说着 又看向上山道军 道军 有什么办法还请相告 救命之恩 陈洛定当报答 上山道军连忙起身作医 说道 陈道主客气了 当不得这样的说法 平道将陈道主的情况 发回了道宫 道宫请了一位道尊亲自推演 最终得出结论 陈道主的运道 没法解 啊 没法解 陈洛一愣 这叫什么找到办法了 陈道主莫急 听平道说完 道主的运道 是来自天道的考验 即便道主前往瞒天 或是施展法术 隔绝天道考验 也只能拖延 只要进入苍天天道感应范围 就必然要熬满这一年之期 况且 上山道军看了一眼陈洛 那平静的脸上 也微微有些憋不住的笑容 陈道主悲天抿人 把天门给炸了 苍天沉睡 可能道主让苍天做了一场噩梦 这霉运就厉害了一些 陈洛一脸无辜 这能怪我吗 我TM以为 你是自动感应门啊 云丝摇见陈洛的模样 心中也是有些不忍 打断道 道君 说说有什么法子吧 秦师姐 上山道君说道 为今之计 跑 跑 上山道君点头 继续解释 陈道主不宜长久待在一处 否则这霉运 只会越积越深 最终化作杀劫 陈道主是为人族开道 自有人族气韵庇护 当今天天下人族气韵旺盛 陈道主可借人族气韵 消解着乌云之劫 犹如鸟归陵 于归海 陈洛若有所思 道公的意思是 只要我跑得够快 没运就追不上我 云丝摇眼神闪烁 可是小师弟 他道开六千里 必然引来其他人的注意 尤其是敌对之人 小师弟离开东仓 岂不是更危险 上山道君摇摇头 燕之端坐家中 不会祸从天降 主动为之 尚可推测 危险来自何处 若是让天道出手 那就无计可循了 再者 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这运道虽然负面 但是却有机缘存在其中 所谓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上山道君又做了个一 平道严禁于此 陈道主如何选择 还是看到主自己的心意 云丝姚文言 也看向了陈洛 陈洛想了想 对着上山道君失礼 多谢道君 多谢道公 我会好好考虑 上山道君还礼 道主客气 送走上山道君 云丝姚返回大厅 看着小心翼翼坐在椅子上的陈洛 开口问道 师姐 你觉得呢 陈洛没着急回答 他想听听云丝姚的意见 云丝姚沉默 认真思考了半场 这才点点头 道门说的 确实是一重道理 小师弟 你为人族开天门 定修行 自然有人族运到庇佑 这天下繁华 人族昌盛 皆是族欲使然 那些千年豪城 百代积运 道真的可能会消解 这要命的运道 只不过 前路艰险 陈洛点了点头 既然想摆脱天道的考验 自然也要刀山火海走一遭 上山道君说的没错 端坐家中 安之不会祸从天降 与其提心吊胆 我倒更愿意去六师姐 你说的那些千年豪城 瞧一瞧人族百代积运 看看 我为之独开天门的人族风华 云丝姚见陈洛眼神坚定 问道 想清楚了 陈洛一笑 六师姐 老师曾经与我约好 春暖花开日 师徒再见时 如今领冬已逝 阳春将来 也到我与老师约定的时间了 便走一遭吧 赴灵州 入竹林 拜老师 青莲漂浮到了陈洛的手边 一道声音也传了出来 是啊 该回去了 这正是 寒丘离京赴东仓 异曲 宋别断人长 北玉风火乱苍芒 筹谋建成废思量 先开武院步道场 再立军校奉庙堂 旅入满天胆气豪 长驻齐文退敌方 天门耸至隔前路 三叔宏愿化康庄 不悔道开六千里 万兆厄运一间抗 乾隆藤冤邻找阳 如虎啸谷百兽黄 东苍立五日出生 通天大道万里长 第三百五十五章 若不是那种人 北境少雨 但东苍城却不同 仅靠着万寝闭波 一阵风从海上吹来 不知卷携着多少湿气 每当领东过去 满天下的无尽冰原不再呼啸 那由北而来的蛮风 被大叶岭的崇山峻岭一挡 就没了什么威力 这个时候 东海的风便找到了前行的道路 越过那不足一跃的数百里 拥抱住了东苍城 温润又轻柔 向极了母亲张开怀抱 迎接从战场上归来的孩子 他化作风 轻轻揉开了东苍城紧绷的神经 他化成雨 柔柔洗去了那 凝聚不散的血气 小雨润如苏 草色遥看无 有狂事雨中饮酒 有骚客风中高歌 鲜艳的油纸伞次地撑开 仿佛花儿绽放 绚烂了宽阔大道 秀美了幽静小巷 这瞬间 满城花开 这里不是江南 这里是东苍 春天 来了 敖玲玲撑着伞 一步一驱地跟在这位 明满天下的前任尊客 现任东家的少年人身边 努力用伞遮蔽住 所有落下的细丝与线 一年的眉头晕倒 敖玲玲自然是知晓的 但是却没想到如此严重 不过才一日的时间 身前这位在自己眼中 能呼风唤雨的小祖宗 就五劳七伤 连闯口气都当心呛着 妖气避雨自然轻松 但是万一妖气冲撞怎么办 没理会身旁的小心翼翼 陈诺此时倒是心情不错 嘴里轻吼着小曲 十八摸 是万万不敢唱的 一个二十岁的俊俏公子 怎么能开口那种腔调 想来也只有浪飞仙那种 一眼看去我有故事 也有酒的沧桑大叔 唱起来 才能让人在市井俗气中 又品出一丝脱俗来 人说大俗即大雅 不外如是 走在东苍的街头 来往之人 也都见到了城主大人 不过没人上来叩拜 大多都是默默一行礼 随后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了 侯爷嘛 见得次数多了 自然也就没什么敬畏感 他平日里混在人群里喝酒听书 开心了自己给说书先生 打赏一番的事情也常见 甚至有人当着面 喊他闻人之耻 他还怂怂间 炫耀着各种造型古怪的刀片 倩倩的模样 让人恨得哑哑哑 陈洛此行是要去见上山道君 既然接受了对方的建议 成了人情 总要去当面道谢一番 虽然只有数百米 但对自己说的上是貌似相见 这诚意够大了吧 另外 就要离城了 陈洛也想再好好走一走这东苍 陈道主是决定了 上山道君对于陈洛的到来有些意外 但很快就知道陈洛的来意 连忙将其迎入屋内 一弹纸 点燃了净魂的道香 童子乖巧奉上了一杯香名 敖玲玲束手站在陈洛身侧 时刻警惕着意外的发生 之前有劳道君和道公的前辈 为我指出了一条路 陈洛汉首道 已经与师兄和师姐议定 即将离城 特来拜见道君 一是致谢 二是告别 上山道君点点头 说一句客气了 随后 从袖中拿出了一枚瓷瓶 放在陈洛手边的桌子上 本来打算在离开的时候 将此物交给道主 既然道主也要离开 那便此时吧 这是什么 陈洛自然不好 直接拿过瓷瓶开始端详 又耐不住好奇 开口问道 上山道君笑道 这本是道公为陈道主 同意融入道门大道准备的礼物 不过之前与道公前辈推演时 那位前辈料定道主会远行 故而传下了法旨 让平道将这礼物送出 至于是什么 陈道主打开便知 陈洛微微一愣 拿过瓶子 将瓶塞取下 将瓶子往外一倒 就出现了三颗豆子 红豆 绿豆 黄豆 这是 撒豆成兵 敖玲玲突然说道 正是 上山道君点了点头 此乃我道门精心培育的先兵斗众 乃是斗兵元帅 道主可尝试以神魂认主 陈洛文言 当即调动一缕神魂 落在了三枚豆子上 豆子似乎是 已经被人炼化完毕 只需陈洛敲张而已 请客间就在三枚豆子上 留下了烙印 随即 三枚豆子微微一晃 化作了一红 一清 一黄三道气体飞出 落在陈洛面前 化作了三个人影 三道人影一显形 就朝着陈洛单膝跪下 口中同声道 红豆豆 绿豆豆 黄豆豆 见过主人 陈洛定睛看去 只见那红豆豆一身红甲 体型壮硕 绿豆豆轻衣轻裙 竟然是个容貌娇俏的女子形态 黄豆豆则看上去 只有十一二岁 掉烧梅 搭拉眼 怎么看 怎么是一个倒霉孩子 侯爷 这三位都是道军修为 敖玲玲瞳孔一缩 他感应到对方身上的契机 心中也不免打鼓 这道门 可以量产九千里的道兵了 上扇道军面色如常 点着三名窦元帅介绍道 红豆豆 浑身捐克道军符咒 一道符咒 就是一众攻击 绿豆豆 单要支气练就 一口气 就是一道毒 黄豆豆 掌握四九阵法 困 杀 防皆渴 豆兵元帅 每一枚都相当于一位七品道军 道工一共培育了九枚 这三枚赠于陈道主 陈洛连忙起身败谢 又看向三名窦元帅 以后有劳三位 三名窦元帅齐齐还礼 随后又重新化作了三枚豆子 陈洛这才小心将三豆装入次瓶中 妥善贴身放好 谢着了 辞道了 连赠别礼也收了 陈洛也不好再久留 再次行了个礼 带着敖玲玲就离开了上山道军的居所 侯爷 怎么走得如此匆忙 敖玲玲跟着陈洛走了出来 疑惑道 按理说不是应该再寒暄两句吗 那根稻香可还没点燃多久啊 陈洛咳嗽了两声 轻声说道 我突然想起来 道工预备好了给我的礼物 圣堂会没有吗 赶紧去和不倦先生也告个别 或许有意外收获 上面的话当然是个玩笑 但是圣堂真有礼物陈洛自然也会确之不公 不过可惜礼物没有 倒是不倦先生送上了一则消息 血绑第十 陈洛微微皱眉 那是什么东西 是蛮族金帐城定下的暗杀名单 每一个位次都有对应的奖励 不倦先生依然是一副憔悴的模样 认真解释道 第十的奖励 足以让一个王族部落心动 说到这里 不倦先生想了想 又决定从头说起 缓缓道 蛮族组织 有天 汉 王 侯四个等级 其中天部 一共有四所 万古不易 分别是高高在上的蛮神宫与蛮天殿 以及号称蛮族之主的日月二部 日月二部同掌金帐城 控制蛮城大镇的镇河 无论蛮原风云如何变换 都是蛮族的最高统治者 不过多年前 蛮族发生日月之争 越部被排挤出了金帐城 目前也就是 领了个天部的虚名 或许连强盛一些的汉部都比不上 天部之下就是八大汉部 此番领东之战 就是由汉部引发 王部则是人口不低于千万的部族 莫说是王部 事实上 有的强大王部和汉部相比 实力或许只差一线 庞大的王部数量 才是蛮族真正的底蕴 侯部便是十万以上的人口聚集成部 有资格竞争蛮城的入城资格 那些不入流的部落 往往是直接归附于侯部 说到这里 不倦先生停顿了一下 所以 血绑第十 很危险 陈洛倒是没什么忌讳 直接又问道 怎么才前十 是我站得不够高吗 不倦先生噎了一下 多少年了 又听到有人 嫌弃自己的血绑排名低 只好继续解释 金杖城是依据 对蛮城潜在危害 来确定排名的 能进前十的人 基本上都是大儒 而且是极有希望成胜的大儒 比如你大师凶浪飞仙 就排在血绑第五名 你才六千里 自从血绑设立以来 能以六千里入血绑的 只有两人而已 李清廉 苏波仙 陈洛这才消退了疑惑 问道 目前血绑第一是谁 韩冰孝 第二呢 新北王 第三呢 不倦先生望着陈洛 血绑不是什么高深的秘密 陈道主可以找震玄私要一份 陈洛尴尬一笑 拱了拱手 一时好奇 没有忍住 冒昧了 无妨 不过 我有一事不解 还请不倦先生解惑 陈洛似乎想到了什么 再次开口问道 不倦先生点点头 请讲 蛮人与我等外形迥异 且人族对蛮族严防死守 他们做的这个血绑 有什么意义吗 又无法暗杀 陈道主万万不可有这样的想法 不倦先生微微摇头 人族总有些人 或是拿了蛮族的好处 又或者愤怒人族对自己不公 还有些读书读出了歪理 越发觉得苍天无眼瞒天有道 甘愿做那人皮蛮星之怪物 这些都是蛮族可驱使的力量 再有便是蛮族之中的蛮女 血脉纯正者可修行蜂目之术 毕了身后或脑后的满眼 更易无关 除了与人族无法生育外 也是能够鱼目混珠 潜伏在人族之中 总之 遇到美貌女子 万万小心 最后 不倦先生名重道 陈落端正身子回礼 先生的教诲落记住了 先生放心 落不是那种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